上次有位朋友留言 问我自己用哪些小主机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几年前我做过一期工作桌面的视频 主要是介绍我正在使用的网络和工作设备 时光过去了不少 我使用的设备也有了很多功换 今天就拍个视频给大家汇报 这张是以前我的网络结构和工作设备图 那时还是迁照网络的结构 后来我们把交换机和黑群辉LUS升级成为2.5G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是完全2.5G的网络构造了 使用的设备也完全不同了 它基本上是由几个工作桌面组成的 这是全貌 首先还是第一工作桌面 这里主要是网络设备 包括光猫、软路由、交换机、主AP、LUS 还有光纤的转换器 从左到右 可以看到所有的设备 仍然是堆在这台钢琴的顶部 我们来仔细看看 正在使用的是一台华为的万兆光猫 它已经关闭了PPP-OE 这是我们负责PPP-OE的主软路由 N305大杯头 2.5G交换机是TP-Link的SH-1008 主AP是红米的AX6 黑群辉LUS 仍然是我们的涡流星际 已经不休不眠 用了4年多了 我现在都很担心它 我们使用绿联USB2.5G网卡 把千兆LUS升级成为2.5G TP-Link的2.5G光电转换器 我们也把光纤连接升级到了2.5G 另外 这桌面上 还为几乎所有的设备都准备了备份 这是光猫的备份 这是软路由的备份 是一台J4205的千兆软路由 这是一台5口的千兆交换机 用来作为2.5G交换机的备份 也准备了一台Windows的轻NAS 来作为NAS的备份 一旦某个设备出现了问题 可以立即顶上 保证家庭网络使用不间断 当然停电咱就没办法了 我没有准备UPS 毕竟楼下的中国电信的楼宇交换机 断电了也没法用 还使用了几台以前的平板 作为监控设备 这台平板使用NetData 监控了软路由的CPU 内存以及网络 这一台监控了黑穹黑LUS 这里使用OpenWRT 瑞置TTYD终端 使用了Watch和Sensors指令 监控了软路由的CPU的温度 能看到8颗核心的温度 好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工作座面了 我在这里测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软路由 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里是不是监控屏太多太杂了 就有点不好看了 回头再看看我们的设备连接图 第一工作桌面有六个比较关键的设备 有两台软路由小主机 分别是N305四口2.5G 和它的备份J4205四千兆 第二工作桌面是我的主要工作场景 其实就在第一工作桌面的旁边 有我的主力剪辑设备 黑苹果HX90G 有我的路屏设备UM690S 还有一台安装了Ubuntu的小主机 显示器是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两台KLiOS的廉价的27寸4K显示器 HX90G黑苹果通过两个DP接口 连接到两台4K显示器 这样平时我就是使用双屏 而且MacOS的双屏多桌面非常好用 不论干啥都非常方便 看电影、电视剧、浏览上网、画图 还可以监控另一边的 Windows的清纳式的TH50 都可以同时进行 我们使用的是MacOS版本的微软远程桌面 来控制其他Windows小主机 我们还可以切换显示器的输入 转到另一台Windows电脑UM690S的画面 这台电脑我们一般用OBS来录屏 这是我们的视频采集盒 用它来采集测试小主机的画面 切换另外一台显示器的输入 可以来到Ubuntu的桌面系统 这台小主机的CPU也是J4205 是一个老U 运行Ubuntu没有问题 好了 都转换回MacOS系统 我平时工作左边显示的是这样的 右边显示的是这样的 这是剪辑视频的最佳工作方式 第二工作桌面 平时我们有三台正常运行的小主机 测试新主机的时候 就会同时有四台 也是小主机最多的工作桌面 通过这一对2.5G光纤转换器 我们的网络会连接到第三工作桌面 这里有我的TH50 Windows备份7NAS 还有我的游戏电脑幻影峡谷 和另外一台红米AX6的AP 首先这里有一个工作台区域 用来安装系统并且测试新的小主机 所以我们有很多连接线 HDMI线连接当前这台显示器 网线连接网络 DP线连接高刷显示器的DP接口 另一条HDMI线连接高刷显示器的HDMI接口 3.5毫米音频线 一台功率数据仪 测试整机功耗 当然还有一套键数 这就是那台Windows亲纳使TH50 它安装了2块2.5寸的SSD 为一些关键数据进行备份 它本身没有接显示器 而是接了一个4K HDMI的诱骗器 它是一直开着Windows远程桌面的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小主机来操控它 这是双11新买的15寸MacBook Air 替换了我用了10年的MacBook Air 2013 平时主要是用来写文稿 同时希望它能满足我非常罕见的移动剪辑的需求 后面就是我们测试过的幻影峡谷 11代CPU不咋行 但是显卡2060还是可以的 作为我的游戏小主机 旁边这里就是我的配件军火库了 有各式各样的内层 NVMe SSD 还有工具 线材等等 这里还有一些安装U盘 2.5寸SSD USB网卡 网线 耳机 雷电线 USB4硬盘 分贝仪 苹果一代的键盘和妙控板 12寸的大风扇 各式各样的电源线 DC电源和PD电源 我用的音箱是音乐精灵的无源音箱 还有一个驱动音箱的耳放 音质还是非常好的 桌面上方这里是一台红米X6的AP 和第一桌面那一台做了有线的Mesh连接 桌下是我们的四口的2.5G交换机 还有2.5G光线转换器 第三工作桌面 平时我们有两台正常运行的小主机 测试新主机的时候就会同时有三台 今年为了测试迷离主机与电视的连接 我们准备了另外一个工作桌面 一台Solid OLED电视 两个播放器 一套键鼠 我们现在切换到Apple TV 4K 平时我用这三个APP解决我的部分看片需求 切换到我的HTPC 可能是这星球最小最强的HTPC 是我们测试过的EM680 可以打我的复古游戏 还能播放视频 浏览网页 我们过去看看 右边是EM680 左边是Apple TV 4K 还空了一根HDMI 2.1的连接线 用来测试新主机的显示输出电视的能力 在这里准备了120瓦的DC电源 这个工作桌面我们有电视盒子和HTPC 测试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小主机 这些就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多台迷离主机 应该有个八九台吧 我们目前还是2.5G家庭网络 其实我也有一套万兆光纤的设备 包括交换机和接线材 但只是一个测试环境 我们还用它测试过R86S的万兆光口 真正升级到万兆网络 我觉得还不成熟 至少这么多小主机不可能都有万兆网卡 万兆的光纤转换器现在也没有上市 所以我升级到成熟的万兆网络 还不现实 可能需要一点点去积累 去努力升级各种设备 大家觉得我这里还有哪些应该争取进步的地方 不妨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对了 我觉得监控的平板太多太杂了 于是找到了一个监视器来替换它们 大家看看如何它能显示进出的网速 CPU占用率 内存占用率 还有CPU温度 通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